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,第七周的第七天,迪丽热巴来报道,身着毛衣搭配休闲裤,给人一种既无心又时髦的感觉。 1月28日,迪丽热巴工作室晒出一组美图,祝大家开局愉快。 照片中的迪丽热巴一身休闲装,披散长发,一身打扮与气质相得益彰,尽显潇洒时尚。 迪丽热巴的三角鼻,惊艳,很少有女明星拥有如此立体的侧脸和五官。 许多女士想要立体脸型特征,但很少有人拥有,整形手术是不安全的,她们只能用漂亮的妆容来弥补。 迪丽热巴的脸在女明星中是让人羡慕的,她的三角鼻和鲜明的新疆风情让人惊艳,很少有女明星有这么深的五官。 可比,迪丽热巴的正脸很独特,就是不知道她的鼻梁有多高,看了她的侧脸图才知道近六十度的三角鼻有多优越。 她最近的妆容偏欧美风,深邃的天堂般的眼妆衬托托出美丽迷人的五官。 我只能弥补近乎完美的面部特征。 鼻影和眼影一样,重点是蕴染。 即使是扁鼻女性,鼻子两侧也有深沟和浅沟,很容易找到鼻影。 在画鼻影之前找到色号。 较深的颜色是可取的,尽管它们看起来不自然。 找一套大地色的眼妆,再加试试。 其次是鼻影蕴染。 涂抹范围很小,因此大多数眼影都用刷子涂抹,以使其细腻。 为了使鼻影看起来更自然,先用刷子确定涂抹范围,然后用手指涂抹。 指尖加热,让妆容更自然。 迪丽热巴虽然没有用大地色的眼影,但是眼尾的红色眼影和头部眼影的深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搭配纤细眼线勾勒出日常眼妆。 虽然迪丽热巴的素颜脸也很可爱吧,虽然眼尾需要仔细加深,以保证一定的阴影变化和色差感, 但眼妆最基本的要求是自然,因此从眼头到眼尾的阴影必须是渐进的。 而不是像瑕疵一样在眼部产生多个显眼的色块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